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美童 这边一开始带您关心股市 美股周一科技股金融股是持续收低 因应高通膨各国央行纷纷跟进 美国的联准会升息政策 而日本央行周二宣布提高 十年期日本公债殖利率的上限区间 引发日元几深 全球资金快速挪移 而台股今天盘中跌幅扩大 台积电下沙十一点五元 处及四百五十五元 中场台股是收在一万四千一百七十点零三点 下跌两百六十三点二九点 市场观望积分扰动之下 三大法人是再度卖超一百八十一点五三亿元 日本央行诸户外界意料 微调日本公债殖利率的曲线政策 允许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上升到零点百分之零点五 高于之前的百分之零点二五的上限 也带动日元强升 而日本投资人持有庞大的外国金融资产 在日盈放宽利率区间上限之后 资金具备汇回国内的诱因 而这代表会从其他国家撤出资金 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 而央行总裁黑田冬燕在记者会上表示 央行今天的决定并非升息 而他强调今天的调整将使宽松政策更加有效 侧重于市场功能防止调整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 好 再来看到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今天上午接见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代表团 表达希望加速推动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的进程 而欧洲议会访问团也指出 欧盟跟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 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呼吁欧盟支委会尽快进行台欧盟的BIA相关步骤 中共的欧洲议会议会 继续持有限的持续政治意义 但是信仰在这些国家的贸易 不可以改变了一终的 它拖延了使用或 threats 的反应或的诃乱 抗产业对香港的协定 凯能与中国的中国 英国议会认为 那些关系在贸易和投资关系 与台湾是一个关系的 关系举行与的影响 好 再來看到 台積電近期到美國設廠 而部分人士或媒體 提出掏空臺灣等疑慮 而臺灣美國商會執行長魏利安 今天出席論壇時指出 包括高通 美光等美商 是持續在臺灣擴大規模投資 他看好雙項的投資趨勢 並認為這是臺灣轉型 提升競爭力的一種方法 我們必須抵抗和支援 我相信它也有更多的關鍵 這是一種方法 臺灣要改善 改善它的競爭力 離開合合作業的模式 增加新的 新的聯繫 新的業務 將會成為未來的肯定 而在臺海局勢神文之際 執行長魏利安強調 沒有恐慌或退縮 但要保持謹慎 並建議會員有更多的參與 和支持貿易與投資相關議程 好 美國新一屆國會 明年一月正式上路之後 眾議院準備成立新的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由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 蓋拉格來擔任主席 而蓋拉格19號告訴外媒 如果過去五年 美國是在加強審查美國境內的中資投資 那麼下一個階段 美國的資金 在共產主義中國的投資 將會是審查重點 蓋拉格18號告訴CNN 他將中國共產黨視為美國的敵手 但必須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來 19號蓋拉格也告訴蓬博社 他計劃重點審查美國的對中投資 好 美國政府擴大打擊 中共發展半導體產業 包括指標的Nanfresh大廠長江存儲 就被打入黑名單 但傳出美國可能將進一步 針對具有美國技術含量的供應商 來祭出具體的限制 我們請教資深半導體產業分析師彩幻星 你怎麼看對長江存儲的影響 另外近期 鴻海就公告 出清中國紫光集團的持股 時間點是引起業界關注 這部分你怎麼看 事實上的話 我們先從紫光集團開始談起的話 紫光集團其實它在中國大陸上 對於半導體產業鏈的布局 十分的完整 從上游的IC設計 晶圓代工到下游的IC封裝測試 乃至於記憶體都有布局 所以說在這一次 鴻海的話 投資紫光大概幾個目的 第一個的話 當然是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的投資 打入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的供應鏈 再其次的話 因為那一次紫光集團陷入了財務危機 而鴻海趁機出手晶圓的話 也可以跟中國大陸政府打好關係 所以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就是說鴻海會投入整個的一個資金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整個投資案當中 實際上最關鍵的長江存儲 並沒有打包進來 所以說其實鴻海之前 金元紫光集團的這個投資案 其實並沒有長江存儲 這個部分我們要先釐清 然後再者的話 這一次鴻海會出售紫光 主要的一個原因的話 除了之前金元紫光的這個目的 已經達到了可以工程升退的之外的話 這一次其實鴻海投資了 53.8億元的人民幣的資金規額 實際上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是對於紫光集團本身的控制力 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說對於紫光集團並不具備發花權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鴻海當然是應該要撤出來的 比如說出脫紫光之後的話 也許是跟講上他們的新的策略 講上億有關 而且如果說將這筆錢拿回來 也就大約是250億元左右的資金 新台幣的這樣的一個資金規模 投入第三類半導體 甚至是汽車電子相關半導體的話 這樣的對於鴻海未來 在半導體事業的發展以及布局 才是一個有幫助的一個做法 另外我們再拉回 所謂長江存儲的觀點上面來看的話 畢竟它是一個做3D NAND FLASH的公司 而全世界的話 做3D NAND FLASH的公司 其實是屈指可數的 而且都集中在所謂的 美國 日本 韓國這些大廠 怎麼容許中國的記憶體公司 再加入全球的記憶體市場的佔據當中 而且的話 其實紫光目前3D NAND的技術 已經可以堆疊到256層 技術其實已經是非常領先的 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它對於所謂未來的AI 以及所謂的人工 以及HPC 這樣子的一個 攸關性的一個市場的話 自然有相當大的一個影響力 這也是美國所顧及的部分 所以說它一定會加大 所謂對於長江存儲 封殺的力道 但除了長江存儲之外的話 我們也要觀察的是 另外一家公司 因為除了NAND FLASH之外的話 還有DREN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記憶體 的半導體零組件 目前的話另外一家公司叫長新存儲 實際上它目前的話也有10萬片左右的 12吋晶圓月產的 而也可以生產到DDR4的這樣的一個技術規格 所以說未來的話 長新儲存會不會成為美國下一個 繼長江存儲之後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打壓的指標 其實這點我們可以繼續的觀察下去 幾次目以待 特斯拉宣布其美國德州奧斯丁工廠 和德國柏林工廠 都達到每週3000輛產量的目標 特斯拉最初設定2022年底前 兩場分別週產5000輛汽車的目標 但由於人力短缺 加上產線升級作業而停工數週 目標向下修正 面板市場買氣低迷之際 外媒指出 歐盟委員會將在明年3月 執行更嚴苛的能源效率指數計畫 目前市售的8K電視都不符標準 最嚴重恐全面禁售 重創面板重要出海口 美國已有14週下令禁TikTok 禁止州政府的電子設備使用TikTok 政府部門的官方TikTok帳號也面臨關閉 TikTok級母公司中氣字節跳動 開始試圖撇清關係 將主要高管轉移到新加坡及美國 希望避開華盛頓監管風暴 路透社報導 美國50週當中現有大約19週至少局部擋下政府電腦使用TikTok的權限 多數限制措施都是在過去兩週祭出 紅海日前公告旗下工業複聯全數出脫中國紫光集團持股 工業複聯二十號表示相關投資基金轉讓不會對公司日常生產經營活動 產生不利影響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中國科技業呢 近期可以說刮起寒風 一度擠進全球前三大品牌的小米 今年第三季營運是大幅虧損 而陸媒報導年底呢 小米可能裁員超過五千人 另外外媒華爾街日報呢 是日前直指該公司營運失去動能 很可能難以重振旗鼓 小米董事長雷軍立推子加手機照相功能 代言不遺餘力 但或許真的手機賣不動 今年二月份公司創始元老李偉欣辭職 離開公司 陸媒更報導 小米上半年裁員九百人 年底還有更大一波裁員潮 中國區個別部門裁員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互聯網部門裁員百分之四十 整體裁員六千人來計算 比例可能高達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不可諱言 中國市場還是佔了 小米手機大約二十五個Percent左右的市佔 那其實在這波疫情下 比較有消費力道的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上比較高階的手機 沒有被影響到 那低階手機它普遍來講的話 它在這波疫情整個總經環境下面 它的影響層面是比較多的 小米高層表示將提高人力資源效能 降低成本正在做進一步的規劃 而延調機構IDC統計 全球前五大手機品牌 唯獨蘋果正成長小米第三季全球手機出貨量 四千零五十萬支 年衰退百分之八點六 陸氣OPPO Vivo更慘 出貨衰退百分之二十二 反映中國安卓手機銷售疲弱 而根據小米營運資料 第二季營收七百零一億人民幣 淨利二十一億 分別衰退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六十七 而今年第三季營運更是 油營轉虧 虧損人民幣十四點七六億元 這家在中國手機業界一度被誉為最懂社群的品牌 但外媒華爾街日報日前刊文直言 小米營運喪失動能可能難以重振旗鼓 高通膨衝擊手機購買力 小米更得解決眼前的庫存難題 加上公司部分資源投入電動車開發 營運可能遭遇更多壓力 新台電視林玉堂 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 好 另外看到蘋果是持續分散供應鏈 降低出貨的風險 日經新聞報導 蘋果公司是計劃明年首度將一些MacBook 等筆電產品來移往越南生產 就傳出最快五月開始由鴻海來代工製造 好 但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台塑新智能今天舉辦 台南儲能系統啟用記者會 董事長王瑞宇表示 預計為在張濱的2.1GW 磷酸離鐵電池新廠 2024年完工之後 從模組到電池新可以百分之百的國產化 另外三洋轉投資的雅芙儲能 則是在今天舉行興建工程動土典禮 新廠預計在2025年竣工之後 屆時全球第一代的商用鋁電池 將可以達到量產規模 另外公平會正式完成 並且公布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 揭露公平會對於數位平臺 數位廣告分潤以及新聞收費等議題的執法態度 而這幫科技 攜手軟體創新方案供應商 合作推出全新的5G Open RAM產品解決方案 來看到經濟部統計處公布台灣的十一月外銷訂單數據 金額為五百零一點四億美元 月減百分之九點五 年減百分之二十三點四 這不但是連續三個月的負成長 更是創下二零零九年四月以來的最大減幅 統計處官員指出 主要是因為全球的經濟受到通膨還有升息的影響 中端需求疲軟 客戶持續進行庫存調整 加上中國大陸防疫封控 擾亂產銷進程 以及同月的七期較高等因素 歐洲各國能源部長週一達成協議 對天然氣價格實施緊急限制 下節新聞我們帶你了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靠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 彭博社報導 房地產危機迫使越南政府採取行動 金融時報 印度首次在併購交易的手續費上超越中國 華街日報 馬斯克的推特民調表示 用戶希望他辭去推特CEO的職務 日本產經新聞 美中對抗越演越烈 美國建構半導體的對中包圍網 推動同盟國家合作圍堵 但您關心 之前加密貨幣交易所FTS申請破產 而創辦人弗瑞德被捕之後 在十九號出席在巴哈馬的聽證會 弗瑞德的委任律師向媒體表示 弗瑞德本人已經同意引渡到美國 不過他的律師團 先前還計畫對抗引渡 條例 但不到一週的時間態度反轉 改為同意引渡程序 而弗瑞德是透過FTS累積超過兩百億美元的財富 卻疑似隱瞞投資者 把至少十億美元的資金轉移到旗下的加密貨幣 貿易公司阿拉美達研究 讓FTS深陷流動性危機 而十一月突然倒閉 至少有一百萬的客戶無法動用資金 好 俄武戰爭引發歐洲的能源問題 而週一 歐盟各國的能源部長是達成協議 將天然氣價格的上限定在每兆瓦時180歐元 希望能夠幫助家庭和企業更好的應對困境 經過數輪緊急會談 歐盟國家能源部長週一在布魯塞爾終於克服了分歧 就天然氣價格上限達成協議 根據協議 歐盟將在明年2月15號開始實施天然氣市場糾正機制 為期一年 價格上限設定為每兆瓦時180歐元 不過 只有歐洲天然氣基準價格 比同期全球液化天然氣參考價格高出35歐元 並且持續三天 這一限價措施才會生效 捷克工商業部長希克拉介紹說 該價格上限並非是固定的 而是浮動的 當液化天然氣市場上的價格高於每兆瓦時145歐元時 歐盟天然氣價格也可超過180歐元的上限 這項協議的達成解決了歐盟在能源政策方面的一個主要爭議 一直以來 歐洲經濟老大 德國等國呼籲謹慎行事 避免過度干預市場 而意大利 比利時 希臘等國則希望以更激進的工具 來遏制天然氣價格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淑綜合報導 好 繼續來看到歐盟委員會週一初步認定 美國社交媒體Meta是涉嫌在網上的分類廣告市場 違反反壟斷法規 可能面臨高達118億美元的罰款 歐盟反壟斷專員維斯特格在聲明中指出 Meta在歐洲社交網絡市場和社交媒體網上廣告市場 同時佔有主導地位 而Meta將兩者掛鉤 這意味著臉書用戶別無選擇 只能訪問臉書的網上分類廣告服務 歐盟委員會表示Meta也濫用其市場主導地位 單方面對其分類廣告服務的競爭對手 施加不公平的交易條件 歐盟委員會在一份初步意見中表示 他將進一步展開調查 如果有足夠證據表明Meta違反了歐盟反壟斷規定 就可能對該公司進行罰款 罰金可達起全球年營業額的10% 相當於118億美元 不過Meta歐洲地區主管蒂姆蘭姆發表聲明說 歐盟委員會的指稱毫無根據 我們將繼續與監管當局合作 以證明我們的產品創新 是有利於消費者和競爭的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 顏書綜合報導 下節新聞重點 北農建制低溫卸貨拍賣區 完成冷鏈最後一里路 下節新聞我們帶您瞭解 換回來 農產品外銷著重冷鏈保鮮 不過在臺灣的批發市場 通常是在常溫作業 而臺北農產運銷公司 今天是正式啟用低溫卸貨區 完善冷鏈運輸 從產地到銷售的最後一里路 就是我們的低溫的卸貨區 已經完工 而且可以來做這個 完成我們冷鏈最後一里路 完成冷鏈最後一里路 北農成為全臺第一個 設置低溫卸貨拍賣區的批發市場 佔地五百六十六坪 低溫可達十度 讓冷鏈運送從產地端 延伸到通路端 保持蔬果新鮮 提供更好的品質給消費者 品質提升之後 產品價格會維持在很好的水準 所以農民的收益也增加 我想冷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農業基礎建設 北農同時導入了十一萬件的新式摺疊欄 來替代每日蔬果交易使用的紙箱 預期一年可以省下三千五百萬個紙箱 降低農民百分之五十的包裝成本 而完善農於產品出貨 行政院投注了一百二十六億 建構全國冷鏈系統 陳吉仲表示相關的加工冷鏈 冷鏈物流倉儲 以出口導向的外銷冷鏈專區設置 都在進行 中共近幾年以不同的理由及行政手段 禁止台灣產品輸入中國 也讓台灣產品出口策略轉變 並持續提升冷鏈技術 陳吉仲先前在臉書上表示 台灣農產品外銷美國日本佔比提升 今年美國已經成為台灣農產外銷第一大國 貿易額達八點六億美元 日本則是排名第二貿易額達八億美元 提升了百分之十一 台灣拓展多元外銷市場 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強化國際品牌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但你看到明天 十二月二十一號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美國公布第三季的經常證數據 另外美國公布財報 而足跡總處公布一百一十年的薪資中位數統計 以及中華憲平發布二零二三年台灣信用展望 以上是十二月二十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我解釋一下 小明星期五 一千萬五 好好地看 很可怕 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